我曉得你剛剛也提到這個決策的時間點 那我們也覺得說你總統大學的時候 有些失敗的確是議題 拋出的時間點有些長 可是成前幾個月之後 你去了印度 去了美國之後 突然你變厲害了 結果在整個 在拋出議題上面 讓人家眼睛一亮 尤其是國事會議 這個在台灣是一個老話題 而且甚至可能會讓你自己陷入 所謂藍綠的一個鬥爭之中 可是你拋得這麼漂亮 那我們就想說 你背後有沒有幕僚這個決策 是可能會有一些傷害的 你有沒有考量這些 然後我們也很好奇說 當然你說這個是很好的時間點 可是你有沒有想到過後面的那一段 是因為到了印度感受那個佛祖之光 還是到了美國覺得開放 給你一個比較好的靈感 我們想知道你決策 到底有沒有想過 算計過這種政治上面的一個考量 老實講真的要提出來是我沒有這麼多的 但是跟我的心境有關 因為在這段期間我確實去了很多地方 那也走了很多基層 那主要領帶是要卸票 一方面也看看我們的基層的情況 那這個整體的感受讓我覺得是說 或許我們現在不需要計算這麼多 那但是我也必須要想想 在選舉的時候我有六百多萬賬票 你不能夠說 當選舉結束的時候你就不見了 那你就必須要站出來說一件事情 也許走到新店 那個是在我出國之前去看他們 那個整個路上我就在想那個場景 就是說我們究竟能做什麼 那這個當初投票給你的 或者沒有投票給你的 他總覺得是說 你在一個大選的過程中 這麼多聚焦 這麼多的公眾的這種關注在你的身上 事實上雖然我沒有成功 但是畢竟還是有一定的社會的 這種聚焦的能量 那我就必須把問題提出來 讓社會一起來考慮這個事情 如果我不把它提出來的話 那台灣的社會就必須是 有一些人他會變成會激化 有些人會放棄 激化跟放棄都不是一個 台灣處在這樣的時刻的社會 必須有所有的一個態度 現在的態度是說 我們還是要讓人民有信心 有希望 那或許你會覺得我有一點過度樂觀 但是我覺得在極端的困境裡面 我們還有一樣事情還沒有事 就是我們大家一起來考慮這件事情 大家找一個出路 對 等一下主席 可是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可是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Hurry up 再給不去 看到